俄乌冲突加剧了欧洲各国的生活成本危机 西班牙也不例外 为了缓解生活成本的上升压力 西班牙政府宣布了100亿欧元 获大约470亿令吉一系列新措施 包括取消众多基本食品的增值税 同时向低收入家庭提供200欧元的一次性援助 在第一个人做的上升压力 我们做的上升压力是在6月的 IVA 从4%到0% 为所有食品的第一次需要 从4%到0%的上升压力 从10%到5% 为了油和了饭 第二个人做的预防 为了4.200.000人的家庭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星期三宣布 将电力和天然气的价格折扣延长6个月 并将通勤者的火车旅行补贴延长12个月 不过早前所有消费者都可享有的 每公升汽油20%的折扣优惠 如今只提供给受影响的行业 例如罗里斯基 农民 货运公司和渔民 从2022年初以来 西班牙政府的援助总额已经达到了450亿欧元 而政府的努力也在最近几个月取得成果 国内通胀率从7月创纪录的10.8% 降到11月份的6.8% 但食品价格依然居高不下 11月份同比增长15.3% 11月份的6月次乱们 12月份的6月份的35号 本来自定下的重要性 决定后国内特殊是一发的 不过2号课计割的 禁用普通的6号课觉得 3号课计剧不上 圳人複的工程